一则征婚广告 缘合让他情愿两天汇款12万元 一个熟悉的声音 来电人究竟是谁 警方迅速反应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荒唐的爱恋 2014年11月27日到12月4日 新疆塔征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吴女士 心情特别的好 一位未婚夫黄某告诉他 即将来新疆 与他协商新婚大事 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在深圳开了一个家具店 开了以后会飞到我们 其来跟我见面 后面我就等了好几天 然后发短信也没人回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满心喜悦 想着如何筹备婚礼的吴女士 左等右等 却始终不见未婚夫黄某的身影 更让吴女士感到不安的是 短信没有回复 就连电话也没有人接听 未婚夫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回想起和黄某认识的经过 吴女士心里有些坠坠不安 那么她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事情还要从网站的 一则征婚广告说起 2014年11月20日 吴女士在某婚恋网站 结识了一个 自称是广东省梅州籍 人在深圳做生意的黄某 黄某与吴女士QQ联系后 又主动要了她的电话 之后两个人电话联系 变得越来越频繁 早上会起来说你起床了吗 再过来以后会说 你吃早餐了没 然后中午就会打 午饭吃了没 再干什么 晚上睡觉之前也会打 晚上就会说一些 梦见我呀之类的话 嘘寒问暖中 吴女士和黄某的感情逐渐升温 认识一周左右 两个人就开始谈婚论嫁 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想找的那种类型 吴女士32岁丧偶 女儿在外地寄宿学校上学 独自一人生活了七八年的她 感觉自己终于碰到了可以依靠的人 2014年11月27日 未婚夫黄某打来电话 邀请吴女士去深圳见面 顺便庆贺她的红木家具店开张 我就觉得路都太远 也不方便 我就说我去不了 听到吴女士无法赶到深圳 共同庆祝红木家具店开张时 未婚夫黄某表达了自己的遗憾 之后又说 按他们那边的规矩 新店开张 未婚妻都要从花篮来庆贺 既然吴女士未婚妻的身份已经确定 希望她有所表示 她就告诉我 那个花店电话 让我把宽主打过去 为了表达心意 吴女士赶紧给黄某提供的花店打电话 店主说 深圳这边新店开张 一般都会送八个花篮 八 谐音发的意思 寓意以后的生意会特别好做 会发大财 建议她送八个花篮 还会帮她免费送过去 吴女士没多想 就到银行 把花篮款一万两千八百元 打给了花店指定的账号 款打过去的第二天 黄某一大早就打来了电话 表达了谢意与开心 顺便又补了一句话 她又跟我说 她门口太空阔了 就需要扁 未婚夫黄某随意说出 她的家具店门口太空阔了 还需要一块扁 让吴女士很放在心上 于是紧接着问 在哪可以做扁 黄某告诉她 还是和花店联系 吴女士再次与花店联系 店主告诉她 可以带帮作扁 一个三万两千元 再免费帮她送过去 于是吴女士再次来到银行 把两个扁的款 供给六万四千元 打给了花店指定的账户 扁钱刚打过去 没过多长时间 吴女士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然后又打电话说是 她办公室太空阔了 然后又给她买四个发财树 未婚夫黄某告诉吴女士 她的同事到她办公室来了 觉得她的办公室什么都好 唯一就是缺几棵发财树 希望吴女士 以妻子的名义 再赠送给她 这时的吴女士 有些犹豫了 可还没等她说出拒绝的话 黄某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 彻底打消了吴女士的疑虑 她就说她想来我们一起跟我见面 这个钱她也会到了那 会给我还过来 将来会还钱 而且黄某还向吴女士 要了银行卡号 并解释说 让吴女士送发财树 是为了方便让父亲 以及亲戚 看到吴女士的这份心意 于是吴女士不假思索的 又跟未婚夫指定了花店联系 按照店主的建议 赠送了四颗发财树 一颗一万元 共计四万元 还是免费帮她送过去 到这儿 吴女士在与黄某不曾见面 仅电话联系不到十天的情况下 连续给黄某打款 将近十二万余元 然后发短信也没人回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才发现 我就自己被骗了 就到公安局管来报案 新疆塔城地区 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公安分局 接到报案后 根据受害人描述的情况判断 这是一起征婚诈骗案 迅速组织研判会 并成立专案组 对受害人汇款账号进行前期调查 发现了嫌疑人 取这笔十二万的款权 深圳市保安区 多个地方完成了 于是 民警立即恢复广东省深圳市保安区 对犯罪嫌疑人的银行取款视频进行调取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取款地 分布在深圳市保安区的多个地方 这给办案民警的视频调取工作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痴情女一往情深 十天汇款十二万 父亲和花言巧语 骗你没商量 钱款能否被追回 骗子能否被抓住 敬请收看平安365 荒唐的爱恋 报案民警们将深圳保安区 涉及犯罪嫌疑人 所有取款银行的监控视频逐一调取 最终在一家银行的监控视频中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发现只是从画面上反映出来 有两名男子取款了 这个只是表明 取款人的一个身份和一个人数 但是取款人姓氏名谁 从这个监控画面上 根本显现不出来 为了不延误办案时机 尽快找到相关的蛛丝马迹 办案民警进一步扩大侦查范围 将六个银行取款点的 沿街监控录像 以及周边监控录像 全部进行调取 经过三天的查阅 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发现犯罪嫌疑人取款后 乘出车离开 找见该出车司机以后 对他进行详细询问 并把这个截图 让这个出车司机的进行 辨认出车司机 对我们讲了一个 他下车的一个地点 报案民警根据出租汽车司机 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犯罪嫌疑人 下车的地方 发现这里 是深圳市保安区的 一个城乡接合部 人员混杂 为了将犯罪嫌疑人 尽快抓捕归案 中案组迅速分成两组 一组蹲点守候 另一组则在周边 对所有出租屋进行细致走访 力争从出租户里 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最终 在一户出租户那里 报案民警发现了 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并得知 两名犯罪嫌疑人 于一周前 刚离开这个出租屋 以前往深圳市福田区 最近一直没有回来 中案组民警又立即奔赴福福田区 经进一步侦查和摸牌 报案民警最终锁定了目标 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分别是27岁的黄某 和28岁的杨某 经审讯 他们对以婚恋为名 实则借从花篮之说 诈骗钱财的罪行供人不讳 诈骗团伙不到一年内 作案供七起 受骗女性便及湖南 河北 内蒙古多个省区 诈骗金额84万 那么不到一年 七人被骗 究竟是诈骗团伙手段太高明 还是这些人太掉以轻心了 他们又是怎样实施诈骗的呢 自己说好一点嘛 网上下载的有相片嘛 网上下载的那些相片都是 看起来像成功人士 也比较好看的那种嘛 然后就在这个和这个受害人沟通的同时 就诈骗受害人的同时呢 他就把这个照片每天不同的也发过来 就是取得受害人 这个信任 你看我就是一个 一个独生的 一个事业有成的 一个男士 举犯罪嫌疑人描述 他们分析之后 觉得事业有成的男士 对女性的吸引力比较大 所以抓住女性这一特点 实施诈骗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除此之外 还有一招也是诈骗成功的关键所在 前几天吧 就开始就是对她进行 就是各方面的了解 就让她了解我 还有让我了解她的情况 后来嘛 就是慢慢的就是 关心她 骗起她的感情 在短信中呢 每天就放弃人 就给这个受害人 发大量的甜言蜜语 不到十天的电话联系 吴女士两天之内 毫不犹豫地连续打款 将近十二万元给对方 那么甜言蜜语究竟是什么 何以使吴女士 如此相信这位 未曾谋面的未婚夫呢 关键细节 还要从犯罪嫌疑人 手机中的诈骗信息说起 他上面写得非常细 就是如果诈骗 如实这种诈骗 第一天该怎么说 说什么话 对方如果说什么话 怎么说 包括是第二天怎么说 第三天怎么说 他上面都非常记得 非常详细 未曾谋面 竟俘获女子方心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想找的那种类型 仅凭电话 竟让他连续会话 让我把款子打过去 是什么样的魔法 让人鬼使神差 片子落网 谜局即将打开 今天收看 平安365 荒唐的爱恋 举犯罪嫌疑人 黄某手机中记录 他将自己 与被害人联系时 第一天 应该从哪里介绍自己 第二天 应该说什么 怎么说 第三天 应该关心什么等等 都准备的详细无比 他说 你好 你可以交朋友吗 早上会说 你起床了吗 中午就会打 午饭吃了没 其实这些话 只不过是一句台词 犯罪嫌疑人总结 只要读给对方听 仅这些甜言蜜语 拿捏到位 长则十几天 短则七八天 便可诈骗成功 而且还将不同女性 面对要求送花篮时 表现的不同情况 一一分析 分为 没钱的 没时间的 不想送的 究竟送几个花篮的 这是我们从犯罪嫌疑人手机中 截取的部分内容 女方没时间的情况下说 老婆 你想一下办法 你要分清事情的心中 因为你的花篮和姐的花篮 是摆在心殿最直接的位置 女方不想送时说 老婆 我都跟爸说了 你会送花篮过来的 你现在这样 也不想爸 他老人家怎么看我们 女方没钱的情况下 老婆 不是要你送多少花篮的问题 都说了 要你送花篮 好让爸知道 你有这份心意 在亲戚面前 好好介绍一下你 女方疑惑送几个花篮时 老婆 送几个花篮都不要紧 关键要让爸知道 你有这份心意 好让爸在姑妈 亲戚朋友面前介绍你 吴女士在被要求 送发财术时 曾表现出迟疑 黄某就按照这些台词 照本宣科 把吴女士说服了 他就说 他想来我们一起 跟我见面 然后这个钱 他也会到了那 会给我还过来 就是这些精心准备的台词 打动了吴女士的芳心 让她付出了情感 付出了金钱 仔细分析 这些诈骗的话语并不高明 吴女士也已经41岁 理应有一些基本常识 为什么就那么轻易上当呢 记者了解到 41岁的吴女士是一位全职太太 她家境殷实 内心单纯 2007年 丈夫不幸患病去世 孩子又不在身边 她平时与外界打交道较少 周边也没有什么朋友 生活很孤独 心里一直想要再找一个伴侣 2014年11月 她在网站上看到一条 幸福的港湾的征婚广告 她主动跟我说的话 她说 你好 我们可以聊天吗 我们可以交朋友吗 后面她就把她手机号发过来 我聊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 她妻子是因为车祸 去世了 她因为家里小孩的成长过程 就一直在没有去 现在孩子也出战了 所以先找一个依靠的另一把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 给我的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也是特别有责任的一个人 两个人都是伴侣去世了 也都是为了孩子的成长 一直没有寻找另一半 极其相似的境遇 使得吴女士对黄某迅速敞开心扉 并且后来黄某的父亲在电话中 也表示对吴女士与儿子的婚事 很关心很期待 这让吴女士的心理 对新婚更加充满希望 一步步走进了这荒唐的恋爱中 她那天人一个人冒充了两个角色 她既冲当她自己本人 也冒充自己的父亲 她说他们在冒充她自己父亲的时候了 有时候就是把自己喉咙卡住 或者捏自己的鼻子 制造出来一些鼻音 再偶尔咳嗽 被受害人制造一种老人的错觉 以这种方式呢 她一个人就完成了两个身份的一个转变 黄某本人只有27岁 她谎称自己年近60岁 并且还给吴女士发了照片 那么这照片上的又是谁呢 其实这是黄某在网上随便下载的一张照片 但荒唐的是 照片上的这位所谓的成功人士 对吴女士而言 竟然是一个连八杆子都打不着的陌生人 这个人在网上发这些照片 只不过是晒一晒自己的生活照 没想到却成为了诈骗团伙 用来行骗的道具 所以我就在这提醒了大家 一般起码不要在网络的公共场合里面 或者公共圈里面 发自己这些的 包括影子 包括自己生活照呀 家庭情况呀 或其他的一些东西 即便被这个不法分子把利用 给其他受害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吴女士被骗 是当前婚恋诈骗中 比较典型的一起案例 生活中面对如此花言巧语的迷惑 你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防患于未然呢 平安365提醒您 婚恋诈骗中的诈骗方 都会采用甜言蜜语 交开异性的心扉 当对方以各种理由借钱时 需提高警惕 不轻易许诺 即使以借钱保留好借条 汇款记录 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 手机信息等证据 一旦发现被骗 立即报案 2015年1月30日 四川省滋阳市安岳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某工地的项目板房突发火灾 四辆消防车 18名消防队员 立即赶赴现场 火苗从二楼开始燃烧 并迅速向一楼和周边建筑蔓延 现场指挥员立即下令出动三支水枪 对起火板房进行加工灭火 20分钟后 大火被扑灭 此次事故是由于工人在停电后 没有关闭房间里电热毯的电源 恢复供电之后 电热毯通电时间过长 从而引发了火灾 平安365提醒您 停电后 一定要立即关闭用电设备再离开 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